心情其實一直都一樣 我只能說 哪一天真的分開 一定會跟大家講 不用猜測 你們說代表我們還在線上 大家還蠻寬心的 六月爆十三年婚變後 首同胎 李懿真的分開會跟大家講 打與球有分敬兩位的感情嗎 其實我覺得 我跟他在一起這十三年 前面十年都是喝酒是唯一的興趣 可是他這三年就是一起打球 是第二個興趣 六月李懿被爆十三年婚變後 竟然首度同胎 父親讓一號一同先生 公益與球賽破除離婚傳言 同夫妻不太適合同胎 男女朋友不知道耶 因為都會吵架 對 真的 可是不同種各有一方打輸王 是更會吵架 不會啊 如果是對面主的話打死他 像我是好勝心比較強 所以如果我跟他同隊沒表現好 我可能就會有點... 會覺得就是... 你說是我沒表現好 我說我... 就會...對 會氣冷一點的 你會覺得一直傳出這樣 混變傳言就會很無奈啊 你們說代表我們還在線上 大家還蠻寬心的 之前好像有時候露說 我有把離婚協議都放在家裡 沒有 那就是上一次優拜杯 就是開玩笑說 夫妻不要同一組 好啦 你有可能會離婚這樣子而已 那是開玩笑的 就老夫老妻啊 現在有沒有生活上 有沒有什麼比較需要溝通的 溝通 因為兩個人對於小孩的... 可能有些習慣會不大一樣啦 我們兩個人其實真的很像... 一個公司的主管 你知道 每個月我的行程出來要對一下行程 因為他畢竟現在假日比較忙啊 我要拍很多東西 所以我現在是平常日子到處跑 他假日的時候基本上 我都已經是分擔小朋友的部分 一直都有住在一起啊 他因為他要去台中 每個禮拜去台中 要去小流球 你有外景 就是我到處跑啦 我真的在家十七年 比較...比較...比較不多啦 我們那個警衛還來留言 他每天都看到我... 就是進出這樣子 對啊 因為靈體成熙宮嘛 他說你們需要那個... 復職證人嗎 然後因為那個... 休息職的機器 住我們家對面 他說你請媒體來問我就好了啊 其實重點就是 我們兩個真的都是... 很真實的一對夫妻啊 所以也沒在演啦 如果真的不好就會不好 他真的... 對 就是跟大家講這樣子 所以就是... 大家不用擔心 謝謝各位